我平时喜欢选择平衡组合 我常常有收息股、防守股 我的进攻股相对比较少 我比较平衡型 我通常会选择地基股、核心股和短炒 就像金字塔 我最底层放一些地基股 即所谓的收息股 我常常买美国的烟股 其实它提早一年 已经告诉你我排多少色 这种你当地基股 去找一个现金楼 这种是舒服点 我中间买一些核心股 那些是有增长的股份 譬如苹果 它的息率不算很高 接着再顶层是一个短炒 风险始终是高一点 有时万一一输钱 你会有点担心 我那时就把短炒的钱拿少一点 反而我杠杆做大一点 我杠杆做大了 譬如我一赚钱 我便调到底层去买收息股 譬如你买一百元的收息股 正常如果有五利息 可能一年后就有五元 我便产生五元再拿去炒 有时反而像一个圈 令我有时炒东西 你的心是踏实一点 你有长线和短线和短炒 你整个系统容易持久 我经常说很持久地生存 现在这件事我觉得最好有 近65%是利基股 30%是黑心股 5%是短炒 因为短炒通常都会杠杆 因为现在的市场太波动 如果你拿太多资金 有时波动你未必能承受到 还有如果你真是万一赚了钱 你可以继续买地基 如果你真的输了 你可以等时间 到时派息你又可以再炒 我觉得现在的比例要保守 感谢观看